自来水公司人员使用工具将用户水表中的制水阀止水栓关小 并且用签块铜线将制水阀缠绕住 旁边还挂有警告牌警告用户不要乱动止水栓 那针对必须前锋的这个发用水阀 那水公司会派员会同这个用户 那针对这个水表上游的这个制水阀 会先强制关小 关小之后再用这个铁线跟签块 把它固定 那强制这个用户的净水量能够减少 被强制签锋的用户都是1000度以上的用水大户 在3月30号高雄水勤转为成灯减量供水之后 这些用户并没有达到节水10%的标准 水公司在开立劝导单之后 复查还是没有通过 才会祭出签锋手段 每月1000度以上的大用户 总共944户不合格有460户 那针对这些用水大户 两次没有达成10%的这个节水率 那水公司会进行迁锋的动作 那强制这些用水大户能够达到10%的节水目标 目前被迁锋的用水大户 以非工业大户中的观光饭店商场占大宗 其他则是游泳池三温暖和洗车业者 水公司建议业者停止提供用水的相关服务 以有效达到节水 那针对这个游泳池三温暖这个部分 那因为这个目前我们这个非工业用户的节水率 是一体适用 那这边也希望这些业者能够自行管控 看是不是缩小这个营业时间 或是有其他的方式来强制达到这个节水目标 由于高频系的川流量持续下降 为了不影响民生用水 4月20号起非工业用水大户的节水率 还将提升到15% 水公司呼吁相关业者提早应议 那自4月20号起非工业大户 节水率将由10%提升到15% 那就这个用户的需求端再减少 那以达到这个供需平衡的这个目的 高雄水情持续恶化 水力单位除了想办法开源之外 节流的部分也需要各用户全力配合 减少生活上不必要的用水 将珍贵的水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记者郑光沛 赖昌邦 高雄报道